好 姑妈 早上好 沈先生 早上好 您别那么客气 以后叫我浩墙就行了 规矩是不能少的 吴杰 就听浩墙了吧 好的 先生 早上好吧 小婚还没提啊 还没起来 爸 昨天真是不好意思 我喝多久了 有点失态 没事 大喜的日子多喝两杯 不可厚非 好想 你跟小慧有一个月的婚假 打算去哪儿玩啊 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个事情 公司的工作太忙了 销售部那边也离开我 要不这个婚假 我暂时先不休了 您觉得呢 没这个必要吧 今后这么大的事 出去度个假 放松放松 也不差这几天 我想要不等公司工作 不那么忙了 再和小慧 找机会去留一会儿 你能这么想 也好 那小慧知道吗 还没跟她说呢 等她起来以后 我找机会跟她说说 也好 知道对 来 昨天喝了那么多酒 为什么今天不在家好好休息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那么多同事都去了 我听他们说的呗 因为我不想休息 对不起啊 我昨天实在是没有时间 所以没有去 你 我理解 没关系的 前段时间 我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我这人太小心眼了 我向你道歉 该道歉的是我 我说我对不起你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好吗 好 妈 小姐 你起了 饭菜在微波炉里 你是现在吃还是一会儿吃 我一会儿吃吧 妈 你看见好强了吗 她去上班去了 去上班了 谁让她去的 我爸让她去的吗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小姐 小慧 你怎么在这儿 你回公司上班 为什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本来想告诉你的 后来看你睡得挺香 就没打扰你 你知道吗 刚才我进公司以后 所有的人 都用阴阳的眼光看着我 分明就是在嘲笑我 她家为什么要嘲笑你 你想太多了吧 别人结婚 老公都会陪着老婆去旅游 去度蜜月 可恕我呢 我老公结婚第二天 就跑公司来上班 把我扔在家里不管不顾 你知道我不太喜欢旅游的 可是现在我已经是你老婆了 你怎么就不能迁就我一次呢 我答应你 等忙完这段时间 我就陪你去 行吗 又是忙完这段时间 你又想搪塞我是吧 好强 我不是想旅游 我要是想旅游的话 我什么时间都可以 我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我想要你这个人 我想要你这颗心 你想好去哪儿都蜜月 你告诉我 我陪你去 那你答应我了 可不许反悔 老公 你真好 被人看见 我才不怕 走吧 老公 你真好 你们看你呢 你这颗心 就是想哪儿 的 我才没到 我才能给你 感谢观看